谢谢您先生 您说的对 喂 您又是哪里的土包子 说我配不上他 你是眼笑吗 小子 我给你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请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说什么了 我说你长得像驼屎 才你都觉得恶心 不会 这位是我店里的客人 请你不要影响到他 哼 你忘了吗 我是商杀的高管 在这里我说的算 管理怎么了 顾客就是上帝 高管也不能影响客人 这是商场的规矩 信不信我去找总经理投诉你 呵呵 你不知道我和经理的关系吗 一个小小导购还想投诉我 你是没睡醒了吧 小子 我告诉你 今天你被我开除了 而且工资一分都别想拿到 爱上哪投诉去哪投诉去 你等着 我这就给总经理打电话 小导购还想找总经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你好 我要找一下总经理 经理正在开会 没时间处理你们这些小事 什么 开会 现在都快中午了 这开的是哪门子会 杜辉客扣员工公司 而且骚扰今天客人 难道就没人管一下吗 杜主任的是我们管不了 等经理回来再说吧 这个社会真的这么现实吗 没实力只能被人欺负忍气吞声吗 呵 你不是找总经理吗 你倒是快点找啊 今天你能把他找来 我名字倒过来呢 打电话给我 我和他说 我是林十三 你们这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赶紧让他下来一趟 林十三 在昨天的时候 陈家少爷交代过 商场已经换老板了 名字似乎就叫林十三 难道是新老板 不会吧 请您稍等一下 我这句就去问问经理 电话打完了 总经理来了吗 你别急啊 来 送你一台手机玩玩先 苹果14 Pro Max 你打算用这个让我饶过它吗 呵 这是给你即将滚蛋的补偿 手机我多的是 左下角随便领的 免费零手机 这手机不会是假的吧 是真的 左下角全新的12.9英寸iPad Pro 和苹果14 Pro Max 都是1TB顶配 足足有一万份 完成任务即可轻松到手 这套路我熟 是找人帮忙助理那种吧 哪有那么麻烦 你从左下角专属链接进去 上线激活AI女仆 带你玩游戏 帮你抢BOSS 挂机就能拿手机和平板 想你哪个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那我去试试 不过今天不管经理来不来 李友猜我都开除定了 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开除就开除 我正好不想在这干了 咦 总经理真的来了 林总 我叫赵鸿毅 是这的总负责人 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去迎接你 你商场管理的也太差了吧 这个 林总 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尽管说 我马上进行改善 这什么情况 赵经理居然叫他林总 老赵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谁啊 哼 这位是商场新老板林总 陈少爷已将产业转让给他了 什么 新老板 陈少爷转让的 你现在被开除了 不是林总 我知道错了 您千万别开除我呀 李友才 我有个五星级酒店 现在经理位置空缺 你有没有兴趣 啥 你 你要让我当五星级酒店的经理 嗯 没错 通过刚才一系列观察 我觉得你反应很快 应激能力够强 而且为人也算比较正直 本身具有高学历 又是上官月的学弟 应该能胜任酒店经理一职 试用期一个月 薪水按利润提偿 好 我愿意干 就算不给提成也没问题 那可是五星酒店的经理 绝对是个一展宏图的机会 嗯 如果你干得好 还有两家购物商场也交给你 你做总负责人 其他两位经理辅助 林哥 请你放心 我李友才就是死 也会为您打理好生意 嗯 我相信你 友才 我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 你看杜辉又丑又老 我怎么会看上他 其实我最爱的还是你 刚才只是考验下 我们的感情而已 呵呵 尤其我们已经结束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别呀 你不是最喜欢我吗 再给我四机会吧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来人 把这两个人给我轰出去 诶 怎么这么多人呀 哦 没事 你们都该干嘛干嘛去吧 怎么 刚才的衣服不合适吗 是的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好 走吧 林十三居然来京都了 是啊 而且他找到商业街路家 拿走了我二百亿 这个我听说了 你现在知道疼了 林十三刚来京都 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可能知道 商业街是我的产业 绝对有人在背后帮他 如果被我查出来 是谁在帮林十三 我定要让其碎尸万担 领袖大人 林十三的是已经查到了 是叶家长女叶雪在帮他 而且还在不停地 搜集我们的情报 什么 叶家长女 五大世家的人 五大世家 曾经与红蟹组织有过瓜葛 但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最后发现谁都不讨好 于是始终保持着 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 既然五大世家先越界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大人 如果要对五大世家出手 是不是应该向上层请示一下 坑 还请示什么 叶雪帮林十三调查我 根本没把我们 红蟹组织放在眼里 马威大人 叶雪可是叶家党女呀 叶家在京都市立可不小 您打算怎么办 他帮林十三拿走我二百亿 那我就出一百亿买他的命 马威先生 红蟹杀手组的人 恐怕很难对付叶雪 毕竟叶家也不是吃素的 每年请保镖的钱都得进十亿 防守非常严密 而且一旦失败了 反而会留下证据 对付这种顶级富豪 还得找专业人士 我去请天狼小队 天狼小队 没错 天狼小队已经重组了 实力比以前更强大了 这次一定要零十三付出代价 根据宿主处境生成任务 请前去保护叶雪 直到他安全为止 系统有段时间没这么八斤的生成任务了 现在忽然让我去保护叶雪 难道是 绝对是叶雪帮自己的事情败露 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红蟹组织果然有两把刷子 他们真的查出了叶雪 你要干嘛去 我这几天恐怕不能陪你了 有点工作要做 那你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啊 嗯 放心吧 我可不舍得你受割 喂 你在哪呢 你在说我吗 我在家呀 好 我现在就去你家找你 来我家找我 之前让他来都被他拒绝了 今天居然主动来找我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那你来吧 我等你 对了 这件事太盛长 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当时三样来找自己 还不想被人知道 他不会是想 你来吧 我等你 就我自己 好 你等我